嘿,我是阿图,好久不见 我是一个教育博主 主要分享还为中文教学,学习,留学相关的干货视频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 并且想实现个人成长的话,就请关注我吧 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被盗刷 这一次被盗刷的是银行卡 上一次被盗刷的是花费 可以相信吗,居然有盗刷花费的 我先来大概解释一下今天发生了什么 再说一说上一次发生了什么 最后呢,跟大家来聊一聊 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要怎么保护个人信息 公立6月10日,星期一,早上 我一较睡醒,我的手机却还被晃掉,将近28号 账单description写的是Apple Item Store City 意味这是一笔普通的items消费吗 No, no, no,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我经期都没有在Apple Store消费 而且我把我的Apple Store更新设置为手动更新 其实就是为了避免items自动更新而产生的自动扣费 而且账单显示的时间 我还在深度睡眠 手环睡眠记录可以证明 今天是公共假期 我极度担心在这个工作日不一定是工作日 但是假期绝对是假期的国度 能不能找到一个human来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 我先联系了手机 拿自带的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还挺智能的 我想要问的问题几乎都有选项 只要按照操作点击这些选项就能走 最后他判定这个问题必须call human才能解决 嗯?call human?今天居然有客服上班? 嗯?客服居然在两分钟之内 接电话要知道在这个公共假期还能有两分钟之内就能接电话的澳洲客服 请信 嗯?全名就可以了 一般不是要问一下电子邮箱的感觉值得出这年月 有这种有的美的保护体不管了 反正他就是很常规的说一下 让我仔细想想最近有没有made payment 我假装沉思了一会儿 嗯?嗯?嗯? 确实没有 而且前辈划走的那个时间点 我真的睡觉 It doesn't make sense 那你的卡现在身边呢? 嗯?是的 你确定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你的卡号吗? 嗯?我觉得是的 不过那个刷我卡的人应该知道我的卡号吧 客服小姐姐居然笑了 为了防止第二次被刷刷 你最好现在就cancel掉你的卡 一周之内我们会给你一张新的样子卡 而且你会有一串新的卡号 嗯?当然cancel 嗯?我可以get a refund 他居然又笑了 当然我可以用你的名字 寄交refund phone并且签名呢? 嗯?当然 谢谢谢谢 客服小姐姐 Bee's the answer笑了 我听起来是一个这么搞笑的人吗? 你在卡号已经用了9年 感谢你的忠诚 嗯?是吗? 怪不好意思的 你们银行很amazing 做事很efficient 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换其他银行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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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聊很多 嗯?在这个公共假期 大多数人都在放假的日子 感谢这位客服小姐姐 爽浪的笑声 对了我这里要停一下 我发现西方国家对loyity 忠诚度看的挺重的 不管是银行、电话公司 还是其他服务类集中 甚至是自己在同一个地方工作的领线 都被视为loyity loyity有的时候也被视为个人信用度 一个经常跳槽、换手机行、换柱子的人 个人信用度就不会很高 也很难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很多职位薪资不错的工作 需要应聘者提供2-3个referee 并且明确注意至少1-2个必须是原同事 或者原来的supervisor 并且提供他们的有效联系方式 哪怕跟租房中介签约 也最好提供前几任房租或者中介的联系方式 请便查看租房者的历史租房情况 今天的到抓时间算是过去了 我将收到新的卡 有可能可以成功申请交易房 其实没有经过本人authorized的款项 都是有可能被归顾的 如果大家遇到类似的事情 或者华罩的时候 我错了 马上联系银行 并且说明这份款项 没有经过本人的authorized 稍微讲一下上一次的话费可以查看租房 2013年我收到话费账单 比上个月多了几块钱了 我以为是这个月的话费超值了 就没有引起注意 结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我的话费成指数上升 比如这个月负4要比 下个月负16要比1次被推 数额会越来越大 我上网查了一下 宏一时期有很多人遇到类似的情况 这笔前被一个以手机游戏为底的第三方公司拿走了 电话公司根本追查不到第三方公司 只能建议用户换手机号 电话公司们建议负责人说 这个事情他也没有办法 只能换手机号 而且都能给我推翻 通过一些方法 我联系到电话公司 某部门的负责人愿意给我一部分推翻 直到我完全脱离了第三方公司的博主 会及陆续支出几百奥币 换电话号码本身其实很容易 但是跟电话号码有关的所有信息都得开 就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参考事情完全处理完 我在一起留学生自我保护的视频里提到过 手机号、熟生年月、电子邮箱、全民等这些信息的重要性 不要轻易向陌生人提供以上这些信息 有难易的人可以凭借以上这些信息盗取你的银行账号、 花费甚至可以知道你的学校 工作地家庭情况、家庭成员的各种信息 如果你对网络安全相关的内容感兴趣的话 就请给我留言吧 其他相关视频的链接 我们在下面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